一念离真,结为妄想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说 佛说与你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杀生就是将一切人畜 等有情众生杀害,害命,害死 《冷言经》中说 阿难当之 若用前物,获益其力,长足自停 如于中间杀笔生命,获食其肉 如是乃至精微沉洁,相食相诛 犹如转伦,互为高下,无有休息 杀生的夜暴啊 要精微沉洁,相食相杀,互相伤害 今生你杀我,来生我杀你 这种互为轮转,没有休息 可见呢,这个杀生的罪业非常重 这里所以先列举出杀业 不仅是人,凡是有生命的生灵 小到一只蚂蚁,都是贪生怕死 而且一切众生,各个本具如来智慧德相 皆有佛性 杀害了他们,就等于杀害未来诸佛 所以,杀生所得夜暴,常在三恶道,受无量的苦 纵然生到人间,也诸根不拒 多病短命 我们看啊,现在的人疾病从生 很多新的病种出来,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痛苦 尤其是,我们看近年来啊,癌症患者很多 而且,患病的年龄也越来越年轻 人们总把原因归咎于外界的环境 总归咎于我们的饮食 还有一些外部的一些条件 而没有真正的反省 这种多病短命的短寿的夜暴 很多时候,是由于前世杀生所造成的 我们现在很多人吃饭啊,都离不开肉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正是由于人们放纵自己贪求美味的这种欲望 根本就没有把杀生当一回事 认为这些动物,这些众生 就应该是被人来杀了吃掉的 但是不管你信不信因果 你只要杀生,只要造业 都免不了要受报的 有些人说,蔬菜水果也是有生命的呀 佛教徒不忍伤害动物的生命 难道就忍心伤害植物吗? 的确,植物也有生命代谢 植物与动物的不同呢 其实一个词就能说明白 那就是性命 动物,即至佛教所说的众生 是指一条条性命 你可以说一颗菠菜也有生命 但你不会认为盘中那颗菠菜是一条性命 不是吗? 这其中的区别呀,你心里最明白的 这种区别也就是有情众生和无情物的区别 世人不信因果 因果何曾饶过谁呢? 不信的话,请听以下故事 猪杀人事件 我曾经看电视台报道过一则 被自己屠宰的猪所杀的新闻视频 一村民在宰杀生猪的时候 却反被猪杀死了 这活人怎么会被猪杀死了呢?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吧 这是屠宰场发生的一场事故 当天六点钟时 一屠夫再宰杀最后两头猪 当他把刀戳进猪身体里 并没有取出来 右手准备拿盆子接血时 猪脚一弹 顺着惯性 血就把刀给喷出来了 谁料刀恰好砍在了他脖子上 紧急关头啊 他一边用手捂着伤口 一边向人呼救 我遭凶了 没想到到达医院后 他便已经身亡了 医生表示 颈总动脉已经破了 颈上有三公分左右的刀口 满身都是血 实在令人惊叹 正所谓啊 人在坐天在看 举头三尺有神明 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奉劝大家手下留情 都能向我们伤害的众生 真诚忏悔解怨 因为世界上最公平的就是因果 无独有偶 在湖北罗田 一位老人要过八十岁大寿 便请人帮忙把自己养的一头 一百多公斤的猪杀掉 农村杀猪呢 一般都是先烧一锅开水 方便剃猪毛 谁知 猪在临终时做最后挣扎 突然躺在地上 伸出四肢一顿乱踢 而此时 老人正在灶台旁边忙碌 垂死挣扎的猪踢到他身上 老人躲闪不及 被踢进了滚肺的锅中 最终 老人受伤面积达60%以上 背部和肩部等部位 达到三度烫伤 这究竟是碰巧呢 还是冥冥中注定的因果 食不善业中 杀生和邪剑的过患最为严重 否定因果即是一种邪剑 如果没有种子 就没有树 一棵参天大树 其种子也只有芝麻粒般大小 同样的 如果没有因 就不会有果 出于贪嗔痴而造作的 一切身与异行为 无论多么细微 都会在因缘成熟时 感应巨大的痛苦 念著经中说 杀害一个众生 需在地狱中 注一个终结 有人说 看不见地狱在哪里 其实 地狱天堂 六道的种种 镜像 都是依众生各自的夜报 在众生新时前的显现 地狱的夜报 没有成熟时 地狱是不会现前的 但不能因此就说 没有地狱 在需要感受地狱痛苦的众生面前 地狱无期存在 老牛流泪 下跪求情 屠夫一善 两年后救他一命 在一个村子里 屠夫正准备宰牛时 牛竟然流出了泪水 在场的人也都看到了 有人惊呼 妈呀 这牛怎么还哭了 然而更让人惊讶的是 大黄牛两条前腿慢慢弯曲 冲众人跪了下来 最终屠夫不忍心 便没有宰牛 两年后呢 屠夫承包了一片荒山 去山上植树 顺便把大黄牛 牵到山坡吃草 谁知啊 意外惊动了一窝人头风 紧追着屠夫 根本摆脱不了 就在这时 一旁吃草的大黄牛 猛地叫了一声 冲进了风群 带着人头风狂奔 后来掉进山沟里 摔死了 屠夫到医院看病时 大夫说 要不是大黄牛 屠夫就没命了 万物皆有灵 我们相信 善待一切生命 必有好报 生命被宰杀时 其苦无量 其悲无涯 苦苦挣扎 恐怖万分 其痛苦不可言说 把它从生死线上解救出来 是何等慈悲的精神 使其远离生死的恐怖 使其从无助无奈的苦痛哀鸣 中解脱 获得安乐幸福 给那些可怜众生消除生死恐惧的最大灾难 实施最大的善举 这就是无畏施 行无畏施者 消灾免难 获得平安 自然得长寿健康的大福报 所以啊 放生是无畏不失 能让众生远离部位 也能使自己获得无畏之果 如果我们有怯懦 恐惧的心理 常常行持放生 就可以逐渐转为安定 悍然 杀生是在造恶缘 放生是在结善缘 上天有好生之德 众生皆爱生而饿死 一切生命皆如此 所以 互生放生 自然会广结善缘 而且 放生时 其请三宝加持 因与所放悟命 结下殊胜法缘 这就是将来解脱六道的因缘 十方诸佛如来 是一切众生如儿女 行放生事 无疑令十方诸佛如来 生大欢喜 殊胜法缘 无过如此啊 所以呢 放生者感应富贵 显达尊荣 长寿健康 无病 平安消灾免难 聪明智慧灵力 美丽高贵 威仪 法缘善缘殊胜 都是千真万确的因果规律 这是无需怀疑的 万物皆在一条完整的生命链中 万物也都在遵循着因果 无限地循环着 你去杀生就是中了恶因 做了恶业 中恶因 做恶业 自然就会有恶果 因果相连 报应不爽 从因果上看 佛教讲求 万物都在一个循环中 你也有可能在来世 就会生就一只羊 一头牛 甚至一条狗 这也都是必然 现在的它们 也许就是未来的我们啊 我们常听老人家说一句话呀 人的一生饭量有定数 谁先吃完 谁先走 以前呢 总觉得这句话没什么根据 没想到啊 最近美国一项长达十年的实验 居然还证明了这句话 研究人员将200只猴子分组 一组猴子呢 不控制饮食 让它们放开了吃 想吃就吃 而另一组猴子 则严格控制饮食 只让吃七八分饱 两组猴子的运动量相同 生活环境也基本一样 十年以后 科研人员观察到了 这样一个现象 没有管制饮食的那一组 很多都长成了 体胖多病的油腻猴子 得脂肪肝 冠心病 高血压的比例极高啊 而且一半都死了 而严格控制饮食的 那一组猴子呢 虽然也是猴到中年 但依旧体态风骚 一百只里面 才死了十二只 所以说呢 物极必反 毫无节制地吃喝 肆意地去使用自己的福报 福报就会变成恶果 这又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 从前有个读书人 叫张生 上京赶考 希望能求得功名 他路上 赞住了一家客栈 在客栈里 遇见一个气欲不凡的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啊 饱读诗书 更神奇的是 他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两人相交甚欢 张生自有贫寒 心想啊 结交这样的朋友 一定能助他升官发财 于是用自己的银两 请年轻人喝酒 没过几天啊 他的银两就用光了 年轻人就开始请他喝酒吃饭 天天吃好酒好菜 就这样吃了一段时间 张生便生起了贪念 决定啊 要多住段日子 天天让年轻人请客 可是啊 过了一个月之后呢 年轻人就再也没出现过 当张生准备收拾行李离开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的柜子都空了 里面只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我本狐仙 你吃的喝的 都是吃的自己的定数 你的衣服已被我兑换成银两 请你喝酒了 有缘再见 人一生吃多少饭 喝多少酒 都是定数 张生大吃大喝 其实全是吃自己命里该有的 因此可知啊 即使是别人请客 吃的也是我们命里的定数 要惜福啊 人生一切皆有定数 古人云 吃亏绝不亏 惜福才有福 我们这一生所受用的 都是过去所修基的福报 但福报呢 毕竟是有限的 如果不懂得惜福 任意的糟蹋 随便的滥用 福报就会提早耗尽 我们看到社会上许许多的人啊 年老了之后 受贫穷之苦 实在讲 他晚年应当享福 不应当受这个苦报 为什么受这个苦报了呢 很有可能啊 是年轻的时候 把福报耗尽了 所以到年老的时候呀 需要别人救济 人们常说 头上三尺有神灵 我们每天的行为和所思所想的 都有神灵给记录下来 我们千万别自作聪明 不信因果 古大德和佛菩萨说的一切 都是真实不虚的 我们要谨慎从之 不可做掩耳盗铃的傻事啊 一次 我与朋友聚会吃饭 因为从国外回来的朋友 可能要显示自己的富裕 要了许多菜 我建议他少要一些 不能浪费 他说 我有钱不怕消福 我说 有钱就可以报天天物吗 老祖宗没教我们有福 就不怕消掉啊 这样不惜福报的人 被惩罚的日子 终归会来临 人一生吃多少饭 是有定数的 当人把一生能吃的饭 逐渐地浪费掉 最终的结果是 让人有病吃不下饭 甚至是生命的终结 这就是浪费粮食的因果惩罚 不论是一滴水 还是一粒米 浪费的东西累积得多了 都会在自己和儿女身上 减掉一份福 丢掉的东西是要偿还的 人到晚年的时候 不是生病就是贫穷 这就叫消福报 如果浪费严重 还要减寿命 在我们生活中啊 有一种很普遍的可怕现象 就是公款请客吃喝 这种请客一般都不是量入为出 吃多少点多少饭菜 在通常的情况下 一桌子丰盛的饭菜 大部分被剩下倒掉 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这样呢 每一个参加吃饭的人 都承担着浪费整桌饭菜的因果 想想看啊 经常参加这种聚餐的人 累积起来的浪费是惊人的 这样的人下意识 有什么样的果报是可想而知的 古人说 静以修身 简以养德 节简也是一种德分 不浪费就是为自己积德 经常浪费的人啊 德分流失得很快 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诸多不顺之事 我的一位朋友呢 从外地过来发展 仅五年就挣了二百多万 正在公司蒸蒸日上的时候 却突然关张了 看这位朋友的日常生活习惯 就能断定此人无福 他不懂得浪费带来的因果报应 也不懂什么是西服 吃饭剩下的半盆米饭 没有坏就被他全部倒掉 他一点都不心疼 他洗内衣要反复用清水冲洗十遍 我知道他的这种不好习惯 劝他不要浪费 告诉他浪费的结果是以后不好挣到钱 一个人的福很薄 是不容易尽财的 他不太理解我们说的消福报 他说 没有钱你怎么去浪费呀 他有自己的一套说辞 他在本命年买了一套一千元的西装 只穿了一年就不喜欢了 把他丢进垃圾桶里 我问他 这么好的衣服不穿了 你为什么不给别人呢 他表示丢掉好 扔掉旧衣服 就是扔掉了倒霉器 我很不理解他的生活方式啊 这两年呢 他的事业急速下滑 在我看来是因为他一直在消福 他经常去高档的洗浴中心洗浴 还有年轻的女孩陪伴 他认为这是在享受富人的生活 我看他很可怜 消了阴德还觉得自己很富有 真是愚痴啊 人到中年一点都不知道为自己赔福 西服才是积服之道 人一生吃多少饭是有定数的 当人把一生能吃的饭逐渐地浪费掉 最终的结果是让人有病吃不下饭 甚至是生命的终结 这就是浪费粮食的因果惩罚 不论是一滴水还是一粒米 浪费的东西累积得多了 都会在自己和儿女身上 减掉一份福 丢掉的东西是要偿还的 人到晚年的时候 不是生病就是贫穷 这就叫消福报 如果浪费严重 还要减寿命 古人说呀 静以修身 减以养德 节减也是一种德分 不浪费就是为自己积德 经常浪费的人呢 德分流失得很快 在现实生活中 会遇到诸多不顺之事 为什么寺庙里的出家人 吃饭时不敢浪费一粒米 吃过饭都用布把波擦干净呢 因为他们受十方信重的供养 浪费一粒米 大于须弥山 很可怕的因果啊 难道在家人浪费 就不犯因果吗 同样减福报的 我们经常看到许多人 把水龙头开得很大 没完没了地冲洗 他们不知道 人一生所用的水 也是有定数的 有好多的大德为了吸福 一年只洗一次澡 人一旦到了晚年 没有了福报 病难就会多 而且病难关很不好过 这就是因果惩罚 我们在家洗澡洗衣服 可以把用过的水积攒下来 用来冲厕所 我们可以把不穿的衣服 寄给贫困山区的人们 总之啊 生活中的一切 都不可任意浪费 我们要教育下一代 从自己做起 从珍稀一滴水 一厘米做起 这就是基福之道啊 为什么寺庙里的出家人 吃饭时不敢浪费一厘米啊 吃过饭都用布 把波擦干净 因为他们受十方信众的供养 浪费一厘米大于须弥山 很可怕的因果啊 难道在家人浪费 就不犯因果吗 同样减福报 我经常看到许多人把水龙头开得很大 没完没了地冲洗 我真的为他们着急 即使不是自己家的水 也应该珍惜啊 他们不知道 人一生所用的水 也是有定数的 有好多大德为了西服 一年只洗一次澡 人们往往不懂得这些深奥的道理 所以无知者无畏了 人一旦到了晚年没有了福报 病难就会多 而且病难关很不好过 这呀 就是因果惩罚 现在有些人啊 拥有一点财产便死值不放 舍不得用在对今生来世 有意义的事上 从来都不愿意不失 也舍不得自己用 还经常跟别人哭穷 说些可怜兮兮的话 我实在没有钱啊 太穷了 这样的人虽然不叫恶鬼 但实际上呢 已经在感受恶鬼的果报了 故事是基于世间法的初世间法 穷的原因为吝啬 就是只有自我 若想成为大富者呢 必然要心胸广阔 怀设天下 无论是什么众生 只要中了富贵之音 必然就会得到富贵的果 因果不择生 如同大地涵养万类 断除吝啬而行不失 从前哪 有一则预言 两个小鬼要到人间投胎 阎龙王对两个小鬼说 让你们去做人的话 一个要一生不失东西给别人 一个要一生从别人那里获得东西 你们愿意做什么样的人呢 这小鬼甲一听啊 赶紧跪下来说 阎王老爷 我要做一生从别人那里获得东西的人 小鬼已呢 则默默无言 静静听候阎罗王的安排 阎罗王把扶持一拍 盼道 令小鬼甲投胎到人间做乞丐 可以处处向人乞讨东西 小鬼已呢 投胎富裕人家 时常不失周济别人 两个小鬼听候 愣了半天 无言以对 这则欲言也反映了舍与德的微妙关系 总是叫着我要我要的人 往往什么都得不到 最后啊 一贫如洗 而总是慷慨不失的人 有舍才有德 财富会自然而然涌现 然而 不懂这个道理的人 纵然腰缠万贯 富可敌国 死后也会非常可怜 曾医阿罕经理 就讲了一个大富翁 他叫婆提 特别特别有钱 但因为没有子嗣继承 死后财产都被充公了 为此啊 波斯逆王专门 疯尘仆仆地去拜见佛陀 佛陀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啊 一大早就赶过来 国王说了 婆提财产充公的事 并说 我去没收财产时 发现不说其他的 单是纯金啊 就有八万金 但他生前吃的是 粗陋饮食 穿的是污垢衣服 成的是瘦弱老马 佛陀告诉他 这是因为婆提在世时 心被吝啬所控制 不知不失啊 波斯逆王就问啊 那他命中后会转身何处呢 佛陀回答 他善根已断 现生于剃枯大地狱 波斯逆王又问啊 难道他没有一点善根吗 佛陀说 没有 他这一世 用尽了往昔的所有善根 却又未造新的 所以现在 无有丝毫善根 只有在地狱中受苦 同样啊 现在有些人呢 因为前世的福报 拥有一点钱财和快乐 但吉生若没有积累福德资粮 后世也会像婆提一样 善根用尽后只有堕落 就像我们手机里的电 今天用的是以前冲的 这个一直用用用 到最后呢 电全部没有了 再不冲的话 明天就没办法打了 所以我们为了来世的安乐 今生务必要积累资粮 否则一点资粮都没有的话 佛陀也没办法救护你啊 有时候遇到一些人特别有钱 他们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了 却不知钱财就像水泡 就像夏天的彩虹 很快便会消失了 你今天有的 明天或许就没有了 而且就算你积累的再多 死时一针一线也带不走啊 要知道我们所有人终归一死 死期也是不定的 如果说你再过两三百年 五六百年才死 那为今生而盘算一点也可以 但实际上呢 我们的寿命甚至比不上一件衣服长 这脆弱的生命一旦终结 世上的一切都不会跟随自己 只有善业和恶业 才如影相随 因此呢 我们万万不要像婆体那样吝啬 而应尽己所能上贡三宝福田 下施贫穷乞丐 如米拉日巴尊者所说 取出口中之食而作布施 比如你在饭店吃饭时 旁边来了一些乞丐 对你竖着大拇指一直念 欧妈尼悲美哄 难无阿弥陀佛 藏地的乞丐是这样 但汉地的不念佛号 按照米拉日巴尊者的教诲 你就应该把盘里的部分食物分给他 意思是说呢 如果我们能减省自己的受用 分出一点点吃给众生 以此善根 长远来说 自己可从轮回长夜中获得解脱 暂时而言 生生世世会成为富豪 不受贫穷之苦 如今呢 我们看到的乞丐或穷人 其实就是前世未造善根 才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所以 当我们稍微有点福报时 应该在自己享用的同时 分一些给其他可怜众生 否则呀 始终围绕着自私自利的心 受他控制 那即使一个人拥有整个南善部州的所有财富 也不会感到满足 现在有不少这样的人啊 有了一千万就想 上师三宝加持 等我赚了三千万 一定做供养 不失 但真的赚了三千万 又想等到赚六千万再好好做功德 他们一直发愿 却不见行齿 不肯从腰包中拿出分文来上贡下师 常常抱着 我以后得到更多财富时 在做贡师的念头 这也可以说是许多吝啬者的通病 不失得福的公案 汉文《大藏经》中有一部《佛说树提家经》 这里面讲了一个特别有福报的人的故事 有一个国王 他手下有一些大臣 其中有一个大臣叫树提家 最有福报 家里样样具足 有一次呢 所有的大臣都在王宫里的时候 风吹来了一个白色的 像毛巾一样特别好的东西 像我们现在洗脸毛巾一样的东西 大臣们看到以后呢 都欣喜若狂地说 这么好的东西 应该是天人赐予国王的 树提家什么都不说 国王问他 这是什么情况啊 树提家说 我不敢欺骗国王 其实这个不是天人带来的 是我擦鼻涕的毛巾 在院子里挂着 被风吹来了 再过了几天呢 王宫里吹来一朵九种颜色的 像车轮一样特别美的花 大臣议论纷纷 这个是特别吉祥的相照 人间都没有 应该是天人赐予的 树提家又不说什么 国王问他 他说 我不敢欺骗国王 实际上这是我花园里枯萎的花 被风吹来了 国王很羡慕啊 跟树提家说 听说你们家很富裕 可不可以亲自去参观参观呢 树提家答应了 国王就带着二十万人 一起前往树提家的宫殿 到了以后 他们发现呢 这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特别金碧辉煌 特别美妙 在门口遇到一个非常庄严的男孩 国王便问树提家 这是不是你的儿子呀 树提家说 不好意思 这不是我的孩子 这是看门的门头 接着呢 又遇到了一个特别美的女孩 国王又问 这是不是你的女儿啊 他说不是 这也是看门的门头 进门后 树提家让妻子来拜见国王 期间 他妻子一直在哭 国王问他 为什么一直流泪呀 他说 不好意思 国王身上有一些烟气 所以被熏得受不了了 国王说 不可能 百姓们用蜡烛等才会有烟气 但我用的是最上等的 不可能有烟气呀 树提家说 不好意思呀 我们家里全部都是用夜明珠 白天晚上从来没有用过有火的东西 所以我的妻子有点受不了 他们继续参观 发现整个宫殿以白银为墙 水晶为地 到处都是特别富丽堂皇 特别美妙 宫殿里有十多个高楼大厦一样的建筑 国王很好奇 参观了一个多月 还没有完 有些大臣说 还不回去的话 国王您的国家都荒废了 您还是回去吧 不要再在这里沉迷了 国王就带着人回去了 回去以后呢 国王想不通了 树提家是我的眷属 为什么我们之间差距这么大 我想发动军队来收拾他们 很多大臣都赞同 应该这样 应该这样 他们就召集了四十万军队 前往树提家的宫殿 宫殿门口有一个门卫 他用相当于金刚一样的东西 稍微一指 结果四十万军队全部倒在地上 人仰马翻 这时树提家腾空跟他们说 你们怎么全都睡在地上 大家快站起来 国王发现自己失败了 就要求树提家和他一起去见佛陀 国王问 为什么他的手下树提家有那么大的福报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佛陀告诉国王 树提家前世是五百商人的一个商主 有一次呢 取宝回来的路上 看到一个生病的修行人 这个商主对他产生怜悯心 给他准备了住处饮食衣物等样样齐全 因为这个果报呀 他今生当中如是富裕 世间人做生意要发财也是一样的 同样的生意 同样的地盘 有的人发财 有的人破产 这不是运气好不好的问题 是福德是否聚足的问题 所以啊 有些人的悔 悔当初没有把握好时机 其实努力是对的 但你把握时机也不一定就是成功的 也要看福德 若福报不足 你赚了钱也留不住的 这里面很多都是命的问题了 命中带财库的人 怎么不失他都会有财 命中无财库的人 他也不顾失 但钱总会花掉 比如生病乃至小事一下就损失掉了 世间人不会因为不失而破产的 也不会因为吝啬而发财的 很多人的烦恼啊 根本就是得失心的问题 包括财富上的得失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分享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